今日選讀的經文記載在新約馬太福音第10章34到39節 會眾請聆聽上帝的話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洞刀兵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不配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 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本周真言,請大家連同經文出處連續讀兩次 盧家福十四章26、27節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誠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義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還不配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十四章26、27節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誠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犯不配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小晏達人議員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谢谢师班美好的歌声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两个礼拜前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 两个礼拜前是我们这里的福音主日 郑少弟兄扎心的讲话 和袁世国弟兄感人的分享 大家都听得非常感动 在诸科牧师的呼召下 我们有几位牧道朋友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我们有几位牧道朋友决志信主 那后来两位决志信主的姐妹 在我们爱家团体做了分享 后面有两个姐妹 决志信主的姐妹 在我们外交团体那里分享 那其中一位姐妹说 其中一位姐妹说 那她当时不想哭 她当时是不想哭的 因为忘了戴手巾子 因为她忘记了戴纸巾 可是眼泪还是情不自禁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仍然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所以我想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那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决志信主的经历 我就想起我以前决志信主的经历 那是在1992年一次我们教会举办的营会上面 那次是在1992年我们教会举办的营会里面 那么多年过去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和兴奋的心情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动和兴奋的心情 巴不得天天到教会来 希望日日都可以来到教会 那非常美好 永远难忘 非常美好 毕生难忘 人之初性本恶 人之初性本恶 对 大家没有听错 人之初性本恶 大家都没有听错 人之初是性本恶 那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 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 活在罪恶当中 活在罪恶当中 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灵魂 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灵魂 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就好像一个不懂游泳的人 掉在水里面 跌了到水里面 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 自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 那只有靠其他人来救我们 只可以希望有人来救自己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但我们接纳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接纳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那我们就被称义了 我们就被称义了 那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称义就是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称义就是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并且将我们算作太严重的义人 并且将我们算为他眼中的义人 并不是说我们很好 并不是说我们很好 而是上帝把我们算作义人 而是上帝算我们为义人 所以称义完全是上帝的做工 所以称义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 和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称义它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称义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当我们对耶稣说是 当我们对耶稣说say yes 当我们对罪说不 当我们对罪say no 称义就发生了 称义就发生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称义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所以称义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和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以后 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参加教会的知药真理班 我们就应该参加教会的基要真理班 接受使礼 接受洗礼 使去我们的罪 使去我们的罪 我们就蒙恩得福 我们就蒙恩得救 被称为基督徒 被称为基督徒 因为圣经里面说 因为圣经里面说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得救是靠信耶稣 所以我们得救是靠信耶稣 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你只要信就行 你只要信就能得救 你只要信就可以得救 可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更高 不只是得救做一个信徒 不单只是做一个得救的信徒 我们要成长起来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每次当牧师在福音主日呼召的时候 每一次在福音主日 牧师呼召的时候 我们都会唱一首歌 我们都会唱一首歌 来跟随耶稣 来跟随耶稣 非常感人的歌 非常感人的歌 唱这首歌的时候 唱这首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跟随主耶稣 我们要走的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 跟随主耶稣 我们要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 马太福音 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 读学马太福音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四章至三十九节 这一章告诉我们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可能有困苦 逼迫和冲突 可能有困苦 逼迫和冲突 但是也是一条 活出丰盛生命的路 也是一条活出丰盛生命的路 是永生的路 是永生的路 是蒙虎的路 是蒙福的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所要学识经文的背景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所学习经文的背景 那根据马太福音 第十章的记载 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记载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猜选他们出去 传讲天国的福音 猜选他们出去全港天国的福音 那在出去之前 在出去之前 耶稣肯定会训练他们 耶稣肯定会训练他们 他提醒他们 也都提醒他们 很多人会拒绝福音 很多人会拒绝福音 他还警告他们 他也都警告他们 你们当中有些人 因为传福音会被逼迫 你们在中间有些人 是因为传福音而被逼迫 好 那我们下面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以下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拣选我们 多谢你拣选我们 谢谢你拯救我们 多谢你拯救我们 我们能算什么 你竟然兼顾我们 我们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我们 主要尽管我们信了主 尽管我们信了主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 可是我们常常软弱 但是我们常常软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被你改变 我们愿意被你改变 我们愿意被你塑造 我们愿意被你塑造 我们愿意活得更像你 我们愿意活得更像你 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阿们 阿们 那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是要付出代价的 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我们就是来看三点 我们一起来看三点 第一 第一 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第二 做门徒 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第二 做门徒 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第三 做门徒 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第三 做门徒 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做门徒要接受无法避免的冲突 做门徒要接受无可避免的冲突 那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把这一段经文 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再读一下 读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那些红的字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三十六节 大家注意红色的字 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病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师父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这是耶稣讲的话吗 这些是耶稣讲的话吗 他不是一个和平之军吗 他不是一个和平之军吗 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 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 他们是这样预言 他们虽然是预言 弥赛亚的到来 弥赛亚的到来 弥赛亚书九章六节 弥赛亚书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有一婴孩为我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刺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 和平的军 所以耶稣应该是和平的军 所以耶稣应该是和平的军 可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耶稣说的完全相反的话 耶稣说了完全相反的话 那我们再来比较这两段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比较这两段经文 那第一段经文是在 刚才我们读的就是在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第一段是我们刚才刚读的 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耶稣说我到地上来不是带来太平 耶稣说我来的世界上不是叫地上带来太平 我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是在地上动刀兵 那动刀兵的英文原来用词就是一把剑 动刀兵英文原文是讲一把剑 那可能路加福音的经文更清楚 在路加福音里面可能讲得更加清楚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他来不是带来和平 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他来不是带来和平 而是带来一把剑 叫地上动刀兵 叫人纷争 那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说谈到动刀兵 讲到动刀兵 你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什么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刀光剑影 雪肉横飞的战争场景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难道耶稣是要给每一个跟随者配一把剑 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难道耶稣要对每一个人配一把剑 发动战争 发生战争 用暴力来推进福音工作 用暴力来推进福音的工作 当然这不是耶稣所要说的意思 那当时有些门徒他们有错误的感觉 因为福音会带来地上的一片和睦 他们以为福音会带来地上一片和睦 歌舞圣平 耶稣说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爱家爱父敲门去穿福音 如果你爱家的父亲 必然会引起纷争和冲突 必然会引起地上的纷争和冲突 那我们知道按照刚才以赛亚书所说的 我们如果按照刚才以赛亚书所说的 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君 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君 祂带给我们终极的平安 祂带来终极的平安 那种不是属世界的平安 不是世俗的平安 然而在实现这终极平安之前 但是在实现终极平安之前 会有冲突的过程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是真光 祂是真光 真光照在黑暗里面 那圣经说 光照在黑暗里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人们由于自己的罪恶 恨恶真理 敌党真理 所以真理与罪恶之间就产生了争战 但有一点我想讲清楚 这种冲突不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 也不是耶稣要给予这个世界的 也不是耶稣给予这个世界的 而是因为真理来到这个世界 当光照在黑暗上面 当光照在黑暗里面 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福音就像一把剑 福音就像一把剑 把接受福音的人和拒绝福音的人分开 所以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跟信耶稣的人敌对 所以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就会敌对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真理 因为耶稣是真理 真理会触动那些违背真理的人的神经 真理会触动那些违背真理的人的神经 所以他们会抵挡真理 所以他们会抵挡真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理会使人分裂 所以为什么真理会使人分裂 分裂会引起冲突 而且又会引起冲突 那活在今天的世界上面 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上面 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耶稣所说话的意思 我想大家都会体会耶稣所说话的意思 那你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聊什么 你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聊什么 体育比赛 健身 旅游 美食品尝 或者是 旅行 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 但不是信仰 但不是信仰 但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那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们在谈论什么 你可以说什么呢 任何东西但不是信仰 任何东西但不是信仰 记得我有一次开会 记得有一次开会 我和一个教授聊得很开心 我和一个教授说得很开心 那聊得开心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信仰 说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信仰 信仰对我的影响 信仰对我的影响 很尴尬 这个不在讲稿上 你在同学群里面有没有发言 也都在同学群里面 你们在同学群里面有没有发言 你可以发任何东西 我可以发什么都可以 但不是信仰 这方面的经验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有些热情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可能已经被警告过好几次了 有些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 可能已经被警告过好多次了 或者被赶出群好几次了 或者被人踢出群好多次了 那你可能是一个老好人 或者你是一个被人搓圆禁便的好人 天生性格温和 天生性格温和 你不想得罪人 不会得罪人 你不想得罪任何人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与人发生冲突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怎样可以不同人发生冲突呢 当然有 当然有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你不穿福音 不传福音便可以 或者以罪恶妥协 或者同罪恶妥协 这样你就患乱和平 这样就可以换来和平 大家高高兴兴 大家高高兴兴 但是你这样做 你辜负了基督的救恩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辜负了福音的救恩 辜负了上帝的希望 辜负了上帝的指望 那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那好几个参会者发表了违背圣经的真理的讲话 有好几个人发表了一些违背真理的讲法 那作为基督徒我当时听了义愤填音 身为基督徒我当时听到义愤填空 很想上台驳斥他们的言论 很想上台反驳他们 可是我没这个胆量和勇气 但我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 想起这些事情我还常常感到内疚 那前几天我们带我们的小狗去看医生 前几天我们就带着狗仔去看医生 医生发现他的矮多有些发炎 医生发现他的耳朵发炎 那配了一瓶矮多的药水 就给了一瓶滴耳朵的药水 那我们每天点两次 叫我每天帮他滴两次 早一次晚一次 那我们想做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觉得很简单 可是没想到 给小狗点耳朵要是非常不容易 原来发觉 后来和狗仔点药水是这么辛苦的 因为他不配合 因为一点都不配合 所以一开始我们 试着给小狗做全身按摩 所以我们初头就想着 和狗仔做全身按摩 按摩得很舒服的时候 他也把眼睛闭上了 按摩得很舒服的时候 就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趁他不知道 把眼睛点 然后我们就立即滴下去了 成功了几次 成功了几次 后来小狗的警惕性越来越高 那后来狗仔的警惕性就越来越高了 你每次给他按摩的时候 他的脖子是这样紫着的 所以后来他帮狗仔按摩的时候 他的颗子总是这样打直的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所以按摩老半天也没办法把 钥匙点进去 按摩半天什么都做不到 那我们夫妻俩 那个精疲力竭大眼灯小眼不知怎么办 那我们两夫妇就金疲力尽 你眼望我眼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为了避免这个冲突 为了避免冲突 我们选择妥协 我们就选择妥协 不给他电影 不和他敌虐就行了 我们有自己的借口 我们有自己的借口 因为小狗看上去好像 他的耳朵发炎不是太严重 因为狗仔的耳朵发炎 不要严重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搞 小方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 那还了得 还得了 他好好地披露我太太一种 他好好地批评了我们一餐 他说耳朵发炎不知之后 会变成中耳炎 会影响大脑 会影响小狗以后的走路 他说 乙仔发炎是会影响大脑发育 也都影响以后的走路 会影响他将来的一生 会影响他将来的一生 我听了小方传道的警告 我听了小方传道的警告 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我们意识到事态严重 所以决定要捍卫真理 所以决定捍卫真理 不管怎么样也要把眼药水 不是眼药水 耳朵药水点进去 不理怎样的情况之下 都要将药水点入他的耳朵 所以我认真地看了Youtube上面 如何对付不配合小狗的视频 所以我就看了Youtube里面 如何将不配合的狗仔来点药水 给小狗穿上控制衣服 将狗仔穿着一对后面的衣服 然后我戴上手套 然后就戴上手套 我按住小狗的嘴巴 然后我太太就负责点药水 我太太就负责帮她滴药水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结果我们又失败了 当然失败了 小狗强烈反抗 小狗全力地反抗 药水没点进眼朵里面 所以药水点不到入口 我的手被咬到了 我的手还被咬了一口 所以当我看着小狗 站在那里愤怒地瞪着眼睛看着我们 当时的狗很愤怒地 抹大眼睛看着我们 我想我辛苦培养了两年的亲情 就这样上那间没有了 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两年的亲情 一下子就没了 我当时心里真的是好痛 我当时心里真的很痛 但是为了她 但为了她 我要坚持真理 我要把药水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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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痛苦 但是好痛苦 像杀猪一样 好像杀了她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后来我女儿联系到了PACO PACO就是宠物店 他们说可以帮忙点药水 所以我太太就把小狗带到PACO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很奇怪 她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把药水点进去 就把药水点进去 从这一张生活上小狗的事情上面 使我联想到 要坚持真理 真是不容易 要很多的挣扎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选择妥协 不给小狗点药水 那在短期里面我们省了很多麻烦 我们在短期内 我们会省了很多的工夫 可是长期呢 但是长期呢 按照小方传道的说法 按照小方传道的说法 小狗会患严重的疾病 狗仔会患严重的疾病 同样我想我们在真理上如果妥协 同样如果我们在真理上妥协 那短期里面我们避免了 与其他人的冲突与不和 但在长期里面 我想我们却因此可能令别人的灵魂死亡 和将来的审判 所以为了和睦 有些事情是可以也应该妥协的 可是在真理问题上面 绝对不能妥协 否则的话 我们今天短暂的快乐 短暂的和睦 短暂的和睦 短暂的太平 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 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 你自己想一想 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非常后悔的事情 或者终身后悔的事情 或者是 终身后悔的事情 我不是讲大家 我不是讲大家 我自己就是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面 在审恩仔教育上面 在和太太相处的关系上面 和太太相处的关系上面 在我的事业上面 在我的事业上面 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都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我们在生活上面 或多或少都犯了很多的错误 可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上帝的恩典 足够 足够 它弥补了我们大大小小的错误 它弥补了我们大大小小的错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们才知道那么甘甜 我们上个主恩的滋味才知道是那么甘甜 有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有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旦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一旦归向耶稣基督 承认他 我们就落在真战之中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管你喜欢 不是我们要发动战争 而是上帝向撒旦宣战 因为圣洁会自发敌意 因为圣洁会自发敌意 圣洁会激发冲突 公义会引来邪恶 公义会引来邪恶 所以信的与不信的 不可能在属灵上一团和气 所以信与不信是不能够在属灵上一团和气 所以在信仰的问题上面 我们要表明立场 所以在信仰的立场上面 我们要表明立场 不能脚踏两只船 圣经说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圣经说不可以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自己立场 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耶稣迎来的纷争最充滞性的表现 在家庭关系当中 耶稣所引起的纷争最关系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里上面 亲情关系可能是我们认为最最重要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亲子关系 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 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伸疏 女儿与母亲伸疏 识父与婆婆伸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 那耶稣来的纷争他不是要破坏家庭关系 耶稣来的世界不是要破坏人家的关系 可是谈到福音问题 但是谈到福音问题 设置真理问题 讲到真理的问题 会迎来纷争 就会迎来纷争了 这是人制关系最根本面的分裂 这个是人制关系最根本的分裂 有个年轻人信了主 有个年轻人信了主 那带着热心回家给父母传福音 那就回到家里和父母传福音 父母却觉得他脑子有病 要帮他找心理医生看病 要带他去心理医生看病 有个弟兄回国探亲 发现父母家有观音菩萨 所以他就趁父母不注意地偷偷把他扔掉 那父母知道以后当然很不高兴 父母知道当然很不高兴 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老姊妹 儿子到夏威夷来看她 走的时候买了一大堆夏威夷的神像 走的时候就买了一大堆夏威夷的神像 准备回国送人 打算回国的时候送给人 可是因为行李操纵 但是因为行李超重 没办法随身带 就千贯照万贯照 让妈妈把这些神像给她继回去 那她花了好多钱 她买了好多钱 可是我们这个姐妹觉得这些神像是偶像 那这个姐妹就觉得那些神像是偶像 她犹豫了半天 她想了大半天 觉得不能保留 觉得不可以留 就把宝贝儿子的神像全部扔掉了 就把那些神像全部扔掉了 那这位姐妹坚持了真理 那这位姐妹就肯为了真理 却和儿子之间发生了矛盾 但是就和她的儿子发生了矛盾 所以家庭成员可能因为信仰和真理的认识上面 不同发生纷争和冲突 所以家庭成员和家庭可能因为信仰的问题而发生争执 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在信仰的冲突中 在信仰的冲突中 亲情往往是坚持信仰的最大的敌人 通常都是和家庭人发生最大的关系 那今天在世界许多的地方 今天在世界很多的地方 信耶稣的确会引起家人的牌子反对 甚至逼迫和亲情的破裂 在一些回教的地区 信耶稣意味着死亡 那在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上面 因信耶稣而信教的人不计其数 面对死亡的威胁 你还会选择跟随耶稣吗 面对死亡的威胁 你们还会不会选择信耶稣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门徒要付出的代价 什么代价 传福音可能会面临冲突 全福音可能会面临冲突 特别是与我们最爱的人 特别是与我们最爱的人 但这是我们做门徒应该付的代价 这些是我们做门徒应该付上的代价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要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做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 那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两段经文一起读一下吗 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两段经文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这段经文听起来 有我们的伦理观念非常不一样 这段经文提起来 和我们的伦理关系很不一样 特别是大家注意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是大家注意路加福音这段经文 有一个小括号 小括号就是说 爱我胜过爱就是恨的意思 括号里面说 爱我胜过爱就是恨的意思 难道人必须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爱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才能做耶稣的门徒吗 那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了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父母和儿女 而是在优先次序上面 他要求我们将他放在第一位 而是在优先次序上面 他要将他放在第一位 那这个恨字可能比较夸张 这个恨字可能比较夸张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你对主耶稣的爱是那样的崇高和超越 你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么崇高和超越 以至于你对父母 妻子 儿女的爱相比起来微不足道 以至于你对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的爱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你对主耶稣的爱必须超过其他一切的爱 那从更深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 在更深的层次来看这一段经文 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 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 当我们爱其他的事物远远超过对主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爱其他的事物远远超过耶稣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远离了上帝 我们就远离了上帝 走在属世的道路上面 走在属世的道路上面 不配做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 所以我们整天要在这里想 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们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们教会的陈天雄和Kitty夫妇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们教会的陈天雄和Kitty夫妇 他们是有信仰的父母 他们是有信仰的父母 所以他们支持支持儿子一家到海外宣教 所以他支持他的儿子去海外宣教 他们的儿子陈耀之和师父Klara 他们的儿子陈耀基和他的媳妇Klara 2013年 差不多十年了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女儿 到非洲玛拉维的瑶族 长期宣教 去非洲玛拉维 就意味着孩子没有办法来照顾年晚的父母 就意味着孩子没有办法来照顾年老的父母 所以我想天雄一家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想到天雄一家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在耶稣和家人之间 在耶稣和家人之间 为了福音的工作 他们选择了耶稣 他们选择了耶稣 把主耶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天雄和Kitty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尚尚纪念天雄和Kitty 在生活上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关心他们 在生活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帮助他们 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打个电话给他们 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那如何爱耶稣呢 那怎样爱耶稣呢 我们爱耶稣要超过爱一切其他的东西 我们爱耶稣要超过一切其他的东西 那你可能说我们按照主耶稣丰富地去做 我们可以说我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 这很好 这样很好 可是远远不够 但是仍然不够 那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保罗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已认识我的主 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主耶稣基督 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保障 就是将主耶稣基督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保障 那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和太太谈恋爱的情景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年和太太谈恋爱的情况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关于她 我当时整个脑子想着都是她 刚认识的时候 刚刚认识的时候 她在哪里 她在哪里 她喜欢吃什么东西 她做什么 她喜欢什么 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什么 她为什么生气 她为什么会生气 所以我对其他的事情 对打球啊 打牌啊 聚餐 喝酒 根本都不感兴趣 所以我当时就算是打牌啊 打球啊 做什么都 我都不感兴趣 因为我满脑子围着她转 因为我整个脑子想着的都是她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让我做什么事情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让我做什么事情 那都是我自己完全主动 我就自动请应地为她做 没事找事地去 没事找事地讨她喜欢 那看到她自行车脏了 我就主动把她自行车给洗了 那我见到她的单车脏了 我就帮她洗干净了 所以知道她喜欢去教堂 知道她喜欢上教会 那我礼拜天就带着GRE的时候 陪她一起去参加礼拜 那礼拜天我就带着GRE陪她一起去参加礼拜 那知道她喜欢看乐剧 我就主动买了乐剧票请她看试 知道她喜欢看乐剧 我就买了票和她一起去看乐剧 不过好像结婚以后就再没看过 那好像结婚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了 我们爱耶稣也要带着那种 就是热恋的这个支持 我们爱耶稣也要带着这种热烈的激情 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我们全部 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围绕着他 我们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围绕着他 早上起来灵修 早上起床灵修 然后这里面是上帝的话语 里面是上帝的话语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听讲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听讲道 这样做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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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值得 当然值得 所以以耶稣为乐 所以以耶稣为乐 以耶稣为满足 以耶稣为满足 除了他以外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满足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满足 那你可能有个问题 但我们 当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当我们把所有的心思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我们的孩子 父母 工作怎么办 那我们的儿子 工作 父母 怎么办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有这个体会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当我们越爱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越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但没有因此少了爱人的心 我们不会少了爱人的心 相反我们更有能力去爱家人 相反我们更有能力去爱家人 爱周围的人 爱周围的人 爱以前我们爱不自在的人 爱以前一些我们爱不起的人 爱我们没有能力爱的人 让我们没有能力爱的人 大家看看我们教会 大家看看我们教会 云彩般的爱的见证 云彩般爱的见证 上次黄牧师到我们教会 只来了一两次吧 上次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 一两次 他就说我们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他就说我们的教会 是充满爱的教会 感谢上帝给我们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 一个属灵的教 感谢上帝给我们 一个这么好的属灵的家 那最后 马太福音这十章三十七节 最后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那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任何相关的关系吗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相关的关系呢 那按照这个三十七节的经文 按照三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爱耶稣要胜过我们爱父母 爱妻子爱儿女 所以重点是家庭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本原则 运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耶稣是我们的自保 最最最珍贵的宝贝 他的权威高于我们一切任何自然关系 他的权威高于我们一切的自然关系 他是我们国家的权威 他是我们国家的权威 政治的权威 政治的权威 教会的权威 家庭的权威 家庭的权威 商业的权威 商业的权威 教育的权威 我们不是一切的代价跟随他 我们要付出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他 所以弟兄姐妹 作为耶稣的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当亲情关系 当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 工作关系 和我们的信仰发生矛盾的时候 和我们的信仰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选择耶稣 我们选择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的自保 因为他是我们的自保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 信靠他 喜欢他 喜欢他 所以这是我们要付的第二个代价 就是 爱耶稣 要胜过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儿女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要付上的代价 就是要爱我们的耶稣 多个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那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我们看最后一点 做门徒还有一个代价 做门徒还要付上一个代价 不要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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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耶稣 胜过爱自己 要爱耶稣 胜过爱自己 那十章三十八节是这样讲的 十章三十八节是这样讲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耶稣这里说的这个背着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耶稣所说的背着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 很多人认为十字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 緊张的关系 是紧张的关系 繁重的工作 经济上的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 不听话的孩子 身体上的疾病 那耶稣说 耶稣说 这不是我说的十字架 这些不是我说的十字架 为什么 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 因为耶稣一早就告诉我们了 十字架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承担的这个重担 十字架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负的重担 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着包袱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着包袱 还把他当作十字架 将他当作十字架 我们完全可以交托给耶稣 我们完全可以交托给耶稣 放下这个重担 那当耶稣背着他十字架 到哥哥他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 上角角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这个十字架是重担的象征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个十字架是重担的象征 那对于一个在一世纪的人来说 对于一个是一世纪的人来说 十字架就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痛苦的死亡 就是痛苦和死亡 所以十字架是代表着羞辱痛苦和死亡 所以十字架代表的是羞辱痛苦和死亡 所以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呼召 所以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呼召 实际上是呼召跟从他的人和他一同进入死地 是呼召那些人一起进入死地 那在耶稣的时代 每当有人拿起十字架往山上走的时候 那在耶稣的时代 那些人拿着十字架往山上上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回来 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 因为他们背着十字架就代表着死亡 因为他们背着十字架就代表死亡 这就是耶稣要我们明白的十字架的真正意义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正意义 谁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谁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也就是向自己死 就是向自己死 跟从耶稣 那么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 那他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 那潘霍华他是一个德国的信义中的牧师 潘霍华是德国信义中的牧师 他曾经说过 他曾经说过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呼召他来死 他是呼召他来死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耶稣在这里的呼召并不是指着肉体的死亡 耶稣在这里的呼召并不是说肉体的死亡 而是保罗所讲的另外一种意义的死亡 而是保罗所讲的另外一种意义的死亡 所以背负十字架是指向自己死 向老我死 向罪恶死 向世界死 背起十字架就是向自己死 向老我死 向罪恶死 和向世界死 那如果你想知道 你是不是准备好背起你的十字架 那你想想你究竟是否已经准备好背起你的十字架 可以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 可以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他意味着你会失去你最亲密的朋友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如果他意味着你会失去你最好的朋友 你还会跟随耶稣吗 因为意味着你疏远你的家人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你的名誉受损 愿意跟随耶稣吗 如果意味着你的名誉受损 你还愿意来跟随耶稣呢 意味着你将失去工作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你将要失去工作 你还要不要来跟随耶稣呢 意味着失去你的生命 你愿意跟随耶稣吗 意味着失去你的生命 你还愿意来跟随耶稣呢 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要做耶稣的闻徒 我们要停止自恋 开始不喜欢自己 开始痛恨自己的老我 开始痛恨自己的老我 为自己的罪痛心疾首 向老我死 那这个马太福音 十章这个三十八 三十到三十九最后一节是这样讲的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是这样讲的 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 就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这句话看起来前后矛盾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为耶稣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为耶稣失去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舍弃我们自己 就是说如果我们舍弃我们自己 不以自己为中心 选择不为这个世界而活 选择不为这个世界而活 完全为了耶稣 那我们就会得到生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 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 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为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那我们就活着没有意义 我们就活着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只有选择不为自己 所以选择不为自己 而为耶稣活的人 而为耶稣活的人 得到最完全的生命 现在的 现在的 以及永远的生命 以及永远的生命 那讲到这里 我还有一个回家的作业 讲到这里 我做一个回家的作业 那很多弟兄姐妹 在做分享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有很多弟兄姐妹 做分享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非常喜欢用保罗的一句话 很喜欢用保罗的一句话 七章十八节 我想你们知道 大概大家知道是什么经文 我做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很多人都能背 很多人都会背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我也都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此死的身体 谁能够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 那我记得我过去 分享过好多次 我记得我以前 分享过好多次 后来我太太也烦了 后来我老婆都很烦 为什么每次用这个经文 为什么每次都用这句经文 所以我今天 不知不觉就问大家 所以我今天不知不觉就问大家 你打算苦到什么时候 你打算 打算苦到什么时候 你打算苦到什么时候 你要苦一辈子 一辈子 所以我今天不知的回家作业 就是不要再苦下去了 所以今次我回到家就不再 你应该采取行动 你应该采取行动 不好意思 这些都不在讲稿上 要得着生命 就要失去生命 要得着生命 就要失去生命 如果你还在抽烟 回去把烟扔掉 如果你还在抽烟 你就回家 扔掉了一支烟 你把它踩碎了 不要再捡起来 如果你还在没人的时候 偷偷地看不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 那些人看不到的时候 还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现在就决定 我从此以后不再看这些东西 现在你就要决定 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斩 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因为你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如果你现在还在对你的孩子太太发脾气 如果你现在还对你的太太 甚至发脾气 那你继续想一想 你自己这么不好 那你继续想想你自己这么差 上帝还这么爱你 上帝还这么爱你 你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不好 你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不好呢 如果你还在制作你的邻居比你有钱 如果你现在还在妒忌着 你的邻居比你有钱 车子比你好 车比你好 房子比你大 房子比你大 孩子比你的孩子有出息 那我就让你回家 数算上帝的恩典 那我就叫你回家数算神的恩典 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 一个一个地写下 你还有什么理由制作人家 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妒忌人家 感恩都来不及 感恩都来不及 如果你心里还有苦毒 如果你心里还有苦毒 再恨一个人 去恨一个人 那你就想想 恨一个人伤害最大的是你自己 你恨一个人的时候 伤害最大的就是你自己 你现在就做个决定 停止恨 让爱充满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丧失了这些旧的生命 当我们丧失了这些旧的生命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 走上充满恩典的永生之路 走上充满恩典的永生之路 一个美好的道路 我们一起祷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卷选我们 做你的门徒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愿意放下自我 背着十字架跟随你 求你帮助我们 成全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 但是你的恩典够用 但是你的恩典够用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 祈祷名求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